Hello,我是孟梅 嗯,还有白头天就要过农年了 欢迎伊萨努西那个70kg 欸不是,10kg 70块的那个香棉 我是不会买的 不为什么呢 我不觉得它是明星 我不觉得它值得欣赏 就是这样 如果给我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回买 Catty Buddy的美 我是不会吃那些新畜产的米 我只会吃那些已经品牌历史悠久的米 因为很多人吃过都没问题 你那些鸡打出产的香米 比较冷门啊 不要去尝试新的米啦 吃旧米啦 哈哈哈哈 哎呀 再等我一会儿吧 Massabu去印度了 我觉得安华会掉兵 浅将咧 啊 我觉得明年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在讲明年准备迎接农年 是因为我希望讲 我们要为了明年的好光景哈 而在这个年底努力 我们要保留人才 我们要准备 准备 为未来打仗 为未来而战 我本来我想讲其他话题了 不过 我要讲到哈 明年是农年 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哈 可以过个好的农年 因为我明年39岁 如果再过12年之后的农年 我就是50岁了 我才有得过农年 你什么的 你什么的 我希望我明年可以带我妈妈去冰城那里 去旅游 因为我妈妈一直都很想去冰城 你们就一直看着我发呆 哈哈哈哈 我很想买一只哈 桃色的口红 我很想哈 去买耳环来带 可是不要啦 为什么 我最近我都不拍照片了 为什么 他太过招风影蝶了 会有坏人他看着我的照片来找到我的 我那个肚子 肚子 不是刻意透露的 我不小心拍到的 就像癌药这样 你不要去连鸡肉啊 你不要去连鸡肉啊 如果你太好的话 就会照风影蝶 到时候就惨了 哈哈哈哈 有你应付不完的 锁匙 今天你下午的时候你上船影片了呀 你不是在做工的吗 怎么你会在下午 在早上的时候上船影片呢 你辞职不做那个拱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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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直播吗 哈哈 跟他联系做直播了 很久不做直播了 没必要做原假 其实